新委员黄称廷指出 承南宜蘭河濱公园环境维护和修缮工程的承姓负责人 在110年3月2日入职宜蘭市民代表会的司机 但是承先生108年7月因为拒绝酒册 被吊销驾照到110年7月 为何在没有驾照的条件之下 却能顺利完成报道 只以临聘过程有瑕疵 那目前这个河濱公园环境整治的案子 是由一个一名企业社 那负责人是陈志伟先生来得标 那这个一名企业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陈志伟先生他同时是这个市民代表会的司机 那在3月1号就是110年3月1号他要务职的时候 市民代表会有要求他一定要缴交驾驶执照的证本 但是我们又发现呢他在108年的7月份 他是因为酒驾被吊销了这个驾照 那连续三年不能考照 要到111年的7月25号才能重新考照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 那他3月2号正式入职的时候 他缴交的是什么资料的证本 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缴交了一个不实的资料 让我们工作人员真在不实 或者是说我们的市民代表会 有没有进行到这样一个审核的工作 又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约聘人员的聘雇 根本就已经是违法 黄议员也进一步指出 陈先生在110年时属于公家机关聘雇的临时人员 为何能标到这项工程 是否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 而且该企业社连续6年 7次取得这一项的标案 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希望代表会和施工所出面说明清楚 那另外陈杜伟先生我们刚刚说到 他担任了一项市工所的司机 那这样子一个广义公务人员的身份 是不是适合来担任这个负责人 而且成标了这个市工所的案件 连续6年7次 一名企业社重复的得标 连续7次都是他得标 那这些每年近千万的这些预算 到底有没有浮编 他在这个劳务的执行上面 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做验收 那到底是执行什么样的劳务内容 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说 一个广义的公务人员 应该要利益回避 而不是说担任了一个司机 又来标封锁的案件 我想这样一个审核的过程 那还有就是同时他目前是一个 没有自驾照的情况来入职的 这几个问题我们都希望 封锁跟代表会都能够做一个诚清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有的诚 insert 也是非常非常第二出场 就是事实 providing 当时这个造成了 过程也不能达进行 已经解决了